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 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再入朝作战 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 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紧急入朝作战 十一月初 伟达城战役的突然性 十五万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翻山越岭 咒服夜行 忍受着酷寒 饥饿和疲劳 在覆盖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连续行军 悄无声息抵达了预设战场 直至战斗打响前 少则两天 多至九天 他们没有吃上一顿热饭 仅靠冰雪冲击 引动伤简缘已过半 十一月二十八日 志愿军通过大范围穿插迂毁包抄 成功将长津湖地区的美军截断 形成了分割维艰的游历态势 在极度严寒中 躲在帐篷里避风雪的美陆战第一师的美国士兵 在志愿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 还躺在睡袋里就当了俘虏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五个美国人 抓了俘虏一问 是这个陆战第一师的 随后 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 连续五次冲击长津湖地区柳潭里的两个高地 燃烧弹将志愿军战地炸成一片火海 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战地上 双方反复争夺 几度一手 我一看 点了一点传练书 我这个脸是232个人 一点传练还行得37个人 特技英雄杨根斯 在他坚守的阵地上 面对美军的第九次冲锋 爆起唯一的炸药包 与敌同归于尽 牺牲时 年仅28岁 在长津湖战役中 第27军第八史师 创造了志愿军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 唯一一次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记录 并交获了美陆战第一师的 北极雄团团企 这名团企是国家一级文物 最珍贵的战利品 12月7日 美陆战第一师主力 从夏节雨里撤到了古土里 在这条仅有18公里长的道路上 当时拥有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军 竟然走了38个小时 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 引车祸丧生 美陆战第一师在历史上 从来没用过撤退的字眼 但是在朝鲜战场上 第一次撤退了 志愿军第二师军 第六师师 第180团 在真兴里 担负阻击美军的任务 这一天 长津湖的气温骤降 当美陆战第一师 侦察至此时 眼前的一幕令他们肃然起敬 握倒在雪地里的志愿军战士 全部冻死在阵地上 战后 打扫战场发现 烈士宋阿毛留下的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我爱亲人和祖国 我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 我绝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地 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那个墙面呢 这是北壮 整个的一个年呢 一个没有活 那是永生难忘 1950年冬天 在长津湖战役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九兵团三个军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与武器装备一流 战功显赫的美军王牌部队 进行了直接较量 在极寒天气下 苦战二十余天 重创美军陆战第一师 和步兵第七师 也迫使这支美军王牌部队 经历了有史以来 路程最长的退去 而志愿军第九兵团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对美军最沉痛的一次打击 就是第二次战役 艾奇逊当时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总统和总统的顾问们 都知道出了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哪 谁说不出来 唐津湖战役 收复了三八县以北的 东部广大地区 完成了第二次战役中 东县作战的重大战略任务 志愿军在东西两县 同时大解 不仅挫败了所谓联合国军 在圣诞节前 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而且一举将其从鸭绿江边 打回到三八县 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鲜战